戴景的生活指南 有关戴景国际交流协会 戴景市设有戴景国际交流协会 益处 戴景国际交流协会 为居住在戴景的外国人 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以便他们安心生活 戴景国际交流协会 开设有日语教室 以及可以体验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动 还开展了各种面向外国人的支援活动 即使是日文资料 协会的职员也会在翻译之后进行说明 还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国际交流活动 戴景国际交流协会 协会的办公时间是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至下午四点 周六上午九点至十二点 周日 节假日 休息 关于生活方面的咨询 协会可以提供葡萄牙语 越南语 中文 英语等语种的服务 请提前打电话 确认对口语种的翻译 比如职员的上班时间 提供有关日语学习 工作 教育等方面的咨询 关于法律等特殊咨询 将会帮助您联系专家咨询 开设日语教室 除了学习日语之外 还可以学习日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外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日文程度 选课学习 关于开课时间等详细信息 请到带井国际交流协会咨询 如果您成为带井国际交流协会的会员 学习日语可以免费 但需要另外缴纳教材费 带井国际交流协会会员的年会费 个人会员2000日元 家族会员3000日元 家族会员人数不限 申请日语教室的同时 请办理入会手续 总结 带井市设有带井国际交流协会 您既可以来进行生活咨询 又可以学习日语 您还可以参加国际交流活动 并结识更多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